海洋資料部成立於1987年 當時是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 委託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負責設置運作等 成立的宗旨在於收集及保存我國海洋研究船探測所得的各種海洋資料 以提供學術研究和台灣石頭海域海象統計分析之用 目前資料部有五位技術員和兩位專業處分別處理海洋物理、化學、生物和地質地物資料 另外有四位資訊教授協助資料庫的管理及運作 資料庫成立之初只有3000多個測站的水溫泡面資料 主要的研究船也只有海岩一號一艘 從資料庫建立之後 研究船海岩二號、海岩三號及水池一號陸續續加入海洋探測行列 二十多年來這四艘研究船所收集的海洋資料 遍布台灣石頭海域以及東海和南海北部 水溫資料從3000多個測站增加到4萬多個測站 船測海流資料從1991年開始到現在 已經累積到超過300萬個測點的流速泡面資料 水深資料的數量更是高達總航程135萬公里 大約4000多萬筆的水深資料 這些資料經過資料庫同仁有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之後 已經提供給學界使用多年 產出的論文達100篇以上 除此之外 相關的產品也提供給海洋工程 海南搜索救援和海洋教育等等的應用 資料庫去年在謝偉豪教授的帶領之下 海洋生物資料已經一步一步的納入資料庫 未來我們希望海洋化學的資料 也會陸陸續續的納入資料庫 提供給各界使用 以達資源共享之目的 總而言之 二十多年來 海洋資料庫在大家辛勤的灌溉之下 已經從一個小小的海礦資料庫 成長為一個寶貴的海洋知識庫 未來我們還是會以一群前人的腳步 不斷的把資料庫推向一個 以國際借軌的全方位資料庫 能夠搶到家裡 стороны的小小小小的地匯 我們要去另外一陣子 那個廠商中這邊 糊塗了 去過三大小的空間